2017年4月7日 踏着春天的脚步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格罗宁根同志学院 携手海牙附近的 瓦斯纳市 莱伊朗斯雷顺莱因兰中学 在荷兰开设了第九个学院 和孔子课堂 中国驻荷兰大使馆教育处 梦庆鱼参赞 与中和友人交流探讨 畅许友情 莱伊兰中学学生们的 中国书法作品展览 去中国体验之旅的照片集 展示给一百多位 参加此次活动的学生家长 和道场嘉宾 体现出中和两国人民的 友好往来 瓦斯纳市长也借此机会 表达了他的一些感受 中和友人交流探计 中国是一个大的活动 我们的活动 我从未来到中国 我必须去中国 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一场别开生面 高规格的接牌仪式正式开始 中国驻荷兰大使吴肯先生 做了发言 他说语言是了解一个 民族与智慧的钥匙 通过它打开中国文化之窗 并鼓励每一个荷兰中学生 好好学习中文 希望他们能成为 中和友谊的使者和传承人 愿中和两国的友谊 地久天长 随后 巴斯纳市长 查理阿克罗先生 也做了精彩的发言 他对新一代的荷兰学生 寄予了更高的希望 感叹他上学的时候 学校并没有设立中文 这一课程 在这个全新的时代 他希望更多的荷兰年轻人 通过语言 不管在经济 还是文化上 都能拉近 荷兰与中国的距离 使彼此的关系 走得更近 莱伊兰中学校长 罗特先生 希望学生们 能够利用这个契机 更好的学习中文 也向吴肯大使表达了 他能在这么短时间里 讲一口流利荷兰文的 钦佩之情 格罗宁登同志学院 刘院长在致辞中 与大家分享了两年前 一直以来的心情工作 看到如今想法的 一步步实现 表示由衷的心情 在此期间 全体出席活动的嘉宾 同时观看了 即将来合的大熊猫 星雅和武文的生活 介绍短片 讲话结束后 在小礼堂 吴肯大使 瓦斯纳尔市长 查理阿特洛先生 格罗宁根孔子学院 刘静伊院长 一起为格罗宁根孔子学院 在这所中学 设立的第九个孔子课堂 而揭牌 莱伊兰中学 勒肯先生 还热情地邀请 吴肯大使 到他们精心布置的 孔子课堂 进行参观 吴肯大使 也借此机会 兴致勃勃地 为大家展示中华书法 为这所中学 亲笔题词 祝愿 莱伊兰中学的 孔子课堂 越办越好 格罗宁根孔子学院学生 在别康乔的 中英文诗歌 孔雀舞蹈表演 还有荷兰学生们 表演的数字歌 中文歌曲 中文播报天区预报等 无故展示了 他们学习中文的热情 和喜悦成果 在才艺交流活动中 表达对中文 和中国文化的热爱 风华传媒报道